大家好,我是百味厨娘 大家的嘴是不是又馋了呢? 想吃美味的菠萝可是总是无法下手,对吗? 今天给您分享几个超级简单的方法哦 学了这个方法,你也能轻松地切好一个菠萝了 快试试吧 准备两个菠萝 把菠萝放在案板上 先在菠萝头部横着切一刀 然后在底部也横着切一刀 把菠萝竖起来,对半切一刀 取其中一半 把菠萝扣到案板上 看一下菠萝的纹路 我们顺着菠萝的纹路来切 之后我们再竖着切 这样的话呢,菠萝就成了这样的一个样子了 这样的话呢,菠萝就成了这样的一个样子了 我们直接把它装入盘中 这样拿着菠萝的叶子取出来 我们就可以直接吃了 这样切得不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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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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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